当初我在小雅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史莱克学院 认识了我的室友 也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王东 我和王东凭借百分百五魂融合剂 成为了外院新星 在天梦哥的指引下 我成功融合了四十万年凶兽 兵闭地黄蝎 觉醒了第二个五魂 随后 我在核心弟子选拔赛上展了头角 成为了史莱克七怪预备一之一 被派去参加斗篷大赛 史莱克 这就是玄老所说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守护的荣耀 在正选队员受伤的情况下 我和我的伙伴们 作为替补队员立刻强敌 再次为史莱克学院赢得了荣耀 回到史莱克学院后 我们被授予了终身史莱克七怪的称号 学院将正式赋予你们史莱克七怪的称号 终身 之后 根据学院安排 我成为交换生 到日月帝国皇家魂导师学院学习 机缘巧合下 我拿到了雪地胚胎 一来可思燃烧神石 帮助雪地成为了魂师界 魂兽界从未有过的生存形态 魂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便是无尽希望 从来不是自己一人 守护着一片灵符 美丽不代表着脆弱 柔情似学会梦想 三声鼎 风铃铛 娇嚣玲珑坚强 凌梦仙 凌鸡烟 修落指头涌现 光明天 吹好天 龙蝶迷上耀眼 却是他们一颂梦一场 一天都 守我日月在星辰 虚无中飘渺阵言 回忆起 泪水连连 随着世间繁华蜜言 我未曾多加迷恋 因为城市有你相伴 指向岛声的宣言 他们永远流传 宇浩 还有件事我们要问你 叔叔 您尽管问 你们帮了我这么多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用这么严肃 我们就是想听一听 你和冬二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刚到史莱克学员报到 第一次见面就闹了点小矛盾 巧的是我们还被分到了同一间宿舍 什么 一间宿舍 不是一人一间吗 是两人一间 那你们宿舍总共有几张床 对啊 当然是两张了 那我们就放心了 怎么了吗 没什么 我们只是担心冬儿的洁癖 是 他是有洁癖 没事 接着讲吧 二弟 你觉得他怎么样 不错 看得出他跟小冬的感情 不过他也真够笨的 在一起生活这么久 都不知道小冬是 不是他笨 是我们家小冬伪装得太好了 我看了他的精神之海 他的精神力还真是了得 大概是十万年浑寿的级别 怎么回事 他我好运 这种感觉是第二十海的灵台 他在蠕动 这么快就要出来了吗 叶老叔 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体 会不会长得齐心怪壮的 这股力量是 大哥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这力量真的来自于胚胎 怎么办 大哥 雨昊现在心神不宁 我们要小心看护 我的精神力 正在被这个家伙疯狂地吞噬 照这个速度 我撑不了多久 终于停下来了 我的精神力 也只剩下死瘦 精神力瞬间就达到了 之前的巅峰状态 居然还在不断攀升 只是因为这胚胎 怎么又不断了 快出来啊 我怎么像个等孩子出生的爸爸一样 使人类的手 等等 你长这样的话 不要啊 他一直在吃 这可是高度精确的精神力啊 他要是吃不够 会不会来吃我的啊 说 话吗 好可爱的声音 好可爱啊 你是 雪地 雪地 你还记得我吗 雪地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霍雨昊啊 你还记得吗 还有冰地 天梦他们 是霍雨昊啊 他说的话 我居然能听懂 他刚刚在叫 爸爸 我的心都要化了 哇 哇 哇 这 这还是大路上排名第三的凶手吗 哇 哇哇 你要出去 哇 哇 哇 啊 啊 佛佛 雪姊你不要这样 他们不是坏人 佛 你看你 把房间弄得这么乱 牛叔叔和泰叔叔会生气的 我 我 霍余浩 你怎么能这样 他才这么小 我 我做了什么我 小雪姊这么乖 不是你的错 是余浩的错 你说是不是小雪姊 他是叫雪姊是吧 雪姊 泰叔叔 你没事吧 还好这叶子叔的伤害 没有超过我的力量 不会伤到泰叔叔 你小家伙 我真的是好人 你怎么老是针对我呀 可能是因为 你长得太吓人了 大哥 你这么说就有点伤人了 你太淘气了 雪姊 雪姊 喝起来温温柔软的 但并没有人类的实感 原来是 借乎实体和能量体之间的特殊存在 这个小家伙本来就是魂兽吗 是的 他是得天地灵气而生的冰天雪地 冰天雪地 斗罗大陆十大凶手之一 活了六七十万年的那个冰天雪地 嗯 雪地的事瞒不下去了 两位叔叔不是坏人 应该可以告诉他们 他竟然变成了这样 对不起啊 花呜 花呜 你要回去找住的地方吗 哇 竟然站了两个魂环位 什么 小雪地变成魂环了 还能再变回来吗 雪地 小雪地 太好了 又变回来了 来 叔叔抱抱 我猜 他应该是通过魂环 来恢复自己消耗的力量 我明白了 战斗的时候 小雪弟消耗的也是魂环的力量 而不是我的魂力 所以我们只要精神相通 就可以了 没错 这样就相当于两个你在战斗了 我还感觉到 你的身体强度 已经接近五魂真身境界 这种境界血脉纯粹 在进化过程中 外表的变化会很小 但是实力的提升速度 却是普通五魂真身的很多倍 照你现在的修炼情况 最多四十岁 你就能成为 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太棒了 谢谢你 雪弟 谢谢你 雪弟 哇 怎么 嫌弃爸爸吗 哇 雪弟乖 让爷爷也亲一口 你要什么爷爷都给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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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说什么 这个 太叔叔 你不要生气啊 嘿 开玩笑 我太坦度量大着呢 他说 我不想跟长得丑的人说话 算了 对着你这个小家伙真是生不起气来 呃 大哥 原来五魂还可以这么晚 人家也要 给我好好说话 魂灵哪是想要就能弄到的 像雪弟这样的人形魂兽更是难上加难 你的当务之急是帮雨昊测测试这婚礼的能力 唉 好吧 雨昊 走 咱们出去试试 好 嘿嘿 小子 我对小家伙下不去手 你这个当爹的可得好好守着 太叔叔 您不会以大欺小吗 这话说的 在战场上 人家会跟你论姿排辈吗 人家会因为你年纪小就让着你吗 想要成为人中强者 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走吧 又怎么了 太叔叔 我在前面等你 你们给我等着吧 请求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